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UR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谢醒龙的演艺人生 今天就由1933年开始讲起,在1933年的年底 香港报章就报道了谢醒龙的妻子 就是蜜片的女明星馮杰晶 她也曾经参演过香港蜜片《铁骨蓝芯》 这套《铁骨蓝芯》在31年11月29日在香港公映 另一套是《洞房相思案》 这套《洞房相思案》在34年1月21日公映 另一套《婚后的问题》 《婚后的问题》在34年8月5日在香港公映 也有提及谢醒龙和香港当时的名女人 母女交際花孔雀合作去到上海表演 谢醒龙反串以女装的子侯唱曲 与大家分享谢醒龙拍摄过的电影 谢醒龙拍摄过的什么电影呢? 首先是广州的蜜片 戏名是《列痕》 有谢醒龙、冯杰晶、罗文焕和叶忽若主演 第二套也是广州的蜜片《前进》 第三套也是广州的蜜片《花乐见花心》 《姜白菊》、《謝醒龙》、《善影龙》、 《陈艳龙》、《冯杰晶》、《罗文焕》、 《叶忽阳合演》 第四套是上海粵语片 第四套是《红船外史》 这套《红船外史》 亦有人称为美德夫人或墨夫人 在这套片里面 謝醒龙飾演一个英俊粵剧班的班主 因为与女主角麦周淑明 麦周淑明是由蝴蝶飾演的 他们两个人参与了二演活动 被一个长舌的母女露诗 露诗由梁宝珠释演 露诗向女主角丈夫麦劍秋 胡艺声释演 搬弄是非 于是令到麦家几乎 罵至离婚收场 最后都冰释前掩 解除了误会 謝醒龙在戏里面 反串演出她的三出首本截止戏 天机宋子 謝醒龙反串飾演七者 与另一个蓝花旦冯小飞合演 另外冰山火线 謝醒龙反串飾演夏家碧 而曾三多飾演仗义知愿 仇冤明 冯小飞反串飾演封大飘 而七岁红反串演封小飘 另外一套剧是《旋公厌史》 在《旋公厌史》里面 謝醒龙反串演出 Lucy的女王 陳錦棠飾演音乐家 这一套片是1934年10月9日 星期二在香港岛西环 皇后大道西270日 中央戏院首演 第五套是香港粤语歌舞片 这一套片叫《红铃歌女》 观众看謝醒龙反串扮女蛋的机会 极多 在这一套片里 謝醒龙扮起王子 今次不是反串做女花蛋 造型极之英俊 和女主角炎蛋谭玉兰 和十多位舞女 大跳百老汇式的歌舞 在这一套片里面 这一套片在1935年3月8日星期五 就在香港岛西环 皇后大道西270日中央戏院首演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謝醒龙和薛角仙 合演过的一些粤剧 首先是1930年 在广州参加第一届薛角仙升班的时候 就与薛角仙葉忽若和林斌山等雄龄演出剧目 《月他上我美》 《容伏传思》 《月向那方圆》 《深星雷影》 《可怜秋后线》 《环花债》 《白金龙》 《无敌皇孙》 《杜鹤先生》 《船公艳史》 和《雕蛮女》等等 然后在1933年6月 就在广州参加了郭仙升班 与薛角仙葉忽若等雄龄演出剧目《秦怀怨》 《还我何山》 《爱情非罪》等等 然后到另一届1934年八月 亦是广州参加这一届郭仙升班 和薛角仙、何湘子等人演出剧目 这一届剧目有 就有《乔小姐》 《三喜周语》 《门月香琴》 《银灯照玉仁》 《紫迪妻仇》等等 謝省龙就拍过这么多剧 他有没有六个唱片呢 他就有六个以下的几个唱片 首先是《木兰花放》的《常卷》 就是谢省龙和陈皮梅合唱 这就是百代公司的出品 是该公司第七期的唱片出品 接着就是《断桥商会》 謝省龙就和李瑞青合作 第三章就是《重拾旧宽宽》 这是商唱片 是谢省龙和李瑞青合作 也是EMI百代出品 接着就是《合女恩怨》之《点兵》 就是谢省龙的《独唱》 就是谢省龙的《独唱》 今次就是Victor勝利公司出品 有狗仔的《蓝蜜》的唱片 分别是十寸和七十八寸的唱片 然后第五首就是《有女怀春》 是谢省龙和何大傻合唱的 这一首就是百代出品 EMI公司的唱片 至于谢省龙延传的《月曲》 都没有多少首 现在仍然保留全世的 在香港电台《古今一美人》 是谢省龙和桂名羊合唱的 另外一首就是《重拾旧宽》 1932年 是谢省龙和李瑞青合唱的 只剩下这两首仍然存在香港电台 相信其他那些都全部失传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 《谢省龙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多多订阅我们的RN与LM频道 订阅后,YouTube便会定时通知你们 何时有片出 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条新片 好,今日就讲到这里 下条片再见,拜拜